大家早上好,我是Uncle Yao 很多成年的朋友,上了年级的朋友都跟我反应说 因为他们听不懂英语,所以就叫我说可以用华语跟他们讲解一下吗 所以今天,虽然我的华语讲得不是很好,但我会尽力而为 就跟大家谈谈说,关于李光耀先生和我们新加坡的故事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今天就是9月16日 也就是李光耀先生的生日 100周年的生日 所以假如今天他还在的话,他就是100岁了 那么在很不幸的 在2015年3月23号那一天 今晨3点18分,李光耀先生在 我们的中央医院博士了 所以那一天是很不幸,大家都感觉都很心痛的一天 那么那一个礼拜,你们还记得吗? 新加坡上上下下,成千上万的人民都去排队去调院李光耀先生 他们排了,有一些排了48个小时,10个小时 有一些还排不到,隔天又再来排 所以千千万万的新加坡人都去调院给李光耀先生送他最后一礼路 那么这就很感动了 这就说明了什么呢? 这就说明说我们新加坡人,大家都认同李光耀对我们新加坡的贡献 他的付出,每个人都心里有数 所以每个人都很敬佩的,所以也很伤心的去送他最后一礼 那就是在2015年 那李光耀先生不只是单单新加坡人民很敬重他 连中国人,也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也很敬佩他 为什么呢? 因为在1978年,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先生来访新加坡 他就看到新加坡,他就跟李光耀先生说 哇,恭喜你,你把新加坡管理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繁荣 那么李光耀先生就跟他说,其实我们新加坡人都是广州的农民的后代 移民到新加坡来 但是你们在中国,你们有很多的文人,厉害的,聪明的,都很多 所以假如你把中国开放,改革,那么中国一定会超越过新加坡 那邓小平先生听过后,他就沉默了起来 但是他回到中国,他就每年派的很多官员都到新加坡来考察,来学习 学习我们新加坡的模式,我们管理的方式 那么就从那一段,中国真的崛起了 其实现在中国很多城市,例如上海,重庆,还有深圳,都超越了新加坡 所以现在中国的崛起也是跟我们李光耀先生和新加坡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也是有奉献的 所以现在新加坡也是跟中国很多地方合作 例如苏州工业城,还有很多地方都有跟中国合作 天津,深泰城,广州知识城 很多地方都跟中国有来往,有合作 所以中国人,中国的领导人也对新加坡,对李光耀有很深刻的印象和认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光耀利害的一方面 所以对新加坡的贡献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大家都知道,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 尤其我们的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的年长者 大家都知道,他带给我们的生活的发展跟繁荣进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虽然我们大家都是在庆祝李光耀的一百周年的生日 但是我们也是要记住,牢牢的记住他对新加坡的贡献 他的智慧,他所留给我们的遗产 每个人都要珍惜 尤其是我们一路来第四代的领导人 要怎样跟李光耀先生学习 那么把新加坡管理得更好 发扬观大,他的理念和他的智慧 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李光耀先生 好的女士和尤其 今天我会谈到 记住李光耀的100生日 他在1923年 在1916年 所以这一年,1916年2023年 是100年 所以今天我们正在庆祝李光耀 如果他在这一年,他会有100年 但是尝尾,他发生了 人自身而较为自己而较为 对新加坡的和未来的生命 所以在这边的表现 今天我们想要在这里 我们想要记住 男人这个 最大老公的新加坡 而且实际上的父亲的新加坡 所以我认为今天 我希望你花時間和思考 現在有一個文章在 Channel NewsAsia 名為《Lee Kuan Yew in His Own Words》 現在這是一個文章很精緻 我們通過他的生活政策 和各種影響到新加坡 所以我希望我們有機會 去看它在YouTube 它名為《Lee Kuan Yew in His Own Words》 所以這就是阿姨Yal 謝謝大家 然後讓我們考慮 如何幸運我們 為了《Lee Kuan Yew》 作為父子我們 謝謝大家 有一個好日子